大家好朋友们给您看一个视频 这个是广西桂林啊 融创房地产欠建筑工人的钱 然后大家伙游行呢啊 融创也在好几个地方都爆雷了吧 好像我前一段做了一个节目 是山东青岛那边吧 是是是寂寞呀 是融成啊还是哪 好像是山东青岛啊 好像就是融创地产啊 承诺的当地要盖这盖那 最后都没弄成啊 现在这种现象太多了 是吧 这个恒大一爆雷 这不是有很多啊 什么这个华夏幸福 华夏幸福就河北这一块围绕着北京啊 还有这个融创绿地啊 什么碧桂园万科啊 都欠了好多债 都是极度的扩张啊 借新债还旧债 拿着别人的钱 是吧 说实话啊 就是说 你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啊 你靠举债 中国经济啊 就是跟那打摆子似的 瘧疾啊 这个时冷时热 哎呀 这个这个膨胀的时候 是吧 不知道怎么形容这膨胀啊 弱小的时候又弱小的非常的过分 来回这么拉抽屉这么折腾 是吧 人家说中国经济叫什么 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啊 中国老是这么不正常 不正常抽风 神经病 是吧 中国的经济不健康 当然了啊 有人说啊 西班牙也有问题 对对对 西班牙08年金融危机 到现在也没完全缓上来 是吧 西班牙也有问题 美国也有问题 西班牙也有问题 这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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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